南部有一对夫妻因为一直没有生出小孩 因此求助医生 诊断才发现这个丈夫竟然罹患了无精症 进一步检验她的性别基因 竟然不是男性的XY染色体 而是女性的XS 这个报告让妻子是震惊不已 这个罕声的病例呢 最近在中部的一届被广泛的讨论 不过最后这个男子 他不愿意接受别的男人捐精生子 因此放弃了人工生殖 改来任养孩子 你不